第一批客製化標籤 The BNT 50萬劑 預計在30號抵台 因為這批疫苗延遲 中央來不及配發 全台校園短缺30萬劑 部分學校原定在10月5號 6號施打 目前可能延後到11至15號 撞期一段考舟 聽說我們是全台北 是最後一間打疫苗的高中 然後是在10月6號 但是就覺得延到比 國中台後面太大 就非常不合理 這件事情是已經被政府排入排成的 那現在突然告訴我們沒有 而且沒有Plan B 沒有Plan B我們就很難想像 那為什麼當初有這樣子的排成 不只台北市19所學校被波及 桃園28校高雄48校 全台總計大約30萬學生受影響 學生和家長氣得跳腳行程大亂 痛批指揮中心 當初為何沒預留疫苗 延遲的情況 本來都在我們的估算之內 相對的就是稍微晚了一些 我們一定要讓每一批人來發揮最大的效益 疫苗接種亂象造成台北市1999專線被打爆 民眾每天都在問施打問題 單週高達8000通電話 在BNT疫苗規劃中 還有小六聲淪為疫苗孤兒 的確會造成一些 目前在學校的小朋友 他們心理院的確會受影響 我們已經跟中央反應 跟教育部講說 這個事情最好的方式就是說 能夠移到年底 原來中央規劃110年9月1號之前 滿12歲的孩童 由校園造次接種 但是隔天9月2號 到同年12月31號出生的小孩 預估在雙北有多達18000多人 指揮中心說這類人 可以上預約平台登記 但何時能接種 卻還是只能排隊慢慢等 台灣疫苗亂上持續 排序問題讓民眾心理很不平衡 記者曾經來做新聞台報道